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期间,很多传染病专家会提醒我们做好各种防御功夫 像戴口罩、消毒伤手、留在家中减少外出等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今集请来的嘉宾是公开大学护理学碩士中医护理课程毕业生梁伟浩校友 他会先从中医护理的角度来分析疫病这个课题 然后跟我们介绍抗疫防病的概念和相关的措施 还会介绍一些养生运动、饮食和保健方法以增强体质 让我们在疫情之中保持身心健康 先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讲座 今天的讲题是中医护理之抗疫防病 在我们日常生活,很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些中医护理的概念 而且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时候都会派上用场 所以很想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听一下 原来有些实际的护理措施或者一些动作 或者我们做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有帮助 亦都可以对这个疫情期间大派用场 所以今天我们由钱入心 先由中医护理的基础的内容先 会了解一下这个疫情 第二就是了解一下怎样去抗疫和防病 理论是来自哪里 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些养生的运动、饮食 或者保健方法 令到大家越来越健康 近年其实都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疫症 其实过去可能十几年大家最熟悉的有SARS 亦都有中东呼吸综合症 有禽流感 亦都有灯格热 其实在一百年前到大概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的时候 其实在西班牙的时候都流行了一个西班牙大流感 那时候死亡人数大概有四千万人死亡 相比起现在过了一百年 科技又进步了 也都先进了 大家对防疫的意识也都高了 所以相对今次的疫情虽然严重 但是死亡人数其实没有过往那么高 现在说到新型冠状病毒那么可怕 我们除了洗手、戴口罩、做足防御措施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到呢?有很多的 所以我今天很希望藉着这个议题去和大家谈谈 究竟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小动作 或者有什么习惯养成之后 对我们抗疫是很有帮助的 在中医里面 其实一早就已经发现了传染病这件事 在中医里面叫传染病叫做疫病 或者叫泥气 那他们怎样形容这件事呢? 以现代的术语来说 它是一种流行性、急性的传染病 有三样东西的流行性、急性和传染病 先说它的急性,究竟有多急 其实泥气的特征呢 它就是病发急着病情危毒 在《瘟疫论》里面记载过了 缓者招法直死,重者傾黑而亡 意思就是说如果早上得病的时候 很多时候遲的可能晚上才离世 但是如果重的话 可能一得病很快就离世了 另外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传染性强的 它也会易于流行 主要就是可能经过空气 经过食物,经过接触 经过飞沫都有机会传染的 第三个特征就是一气一病 病状相似的 其实意思就是说 原来很多时候感染到特定的一个传染病的时候 它们的表征或者典型症状都很相似 例如像炸腮那样 很多人感染了之后 它耳附近后面下面的位置就会肿起一块 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有同样的情况 所以是一些典型的症状 所以传染病归类其实就有这些特别的特性 右下边我们就看到一个叫做不有可的人 也叫做不有性 之后我们会再介绍一下它 因为它在传染病在中医的范畴里面 是一个里程碑来的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但其实呢 这件事在我们的中医四大古籍里面 皇帝内经一早就已经记载过了 而且它用一些很精要的说话 就可以描述到这个传染病的特性 那么它就说了 五疫之治皆相移疑 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就是说好像我刚才这样说了 当疫症来的时候呢 不论什么人都好 都很容易互相感染的 而且呢 他们不论男女老少都好 他们都很容易互相传染的 那么也都 各症状是非常之相似的 那么刚才说到了 不有可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其实真是不得不提 原因呢就是在崇禁十五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 瘟疫横行得很厉害 那么当时呢 吴又可就发现了 咦 原来很多人都有病 那么里面就曾经 瘟疫论里面就提过一句了 一项百如家 无一家紧面 一门数十口 无一紧存者 那么就是说 其实它里面就说到 原来在瘟疫之下呢 基本上只要一条街 整条街加加户户都总有人染病 而那一户里面 可能有十几口人的 都全部都会有机会中招 至于 是不是真的全部死亡 不知道 但是就告诉你 原来它传染性很强的 那么大家又试想一下 他提到了 瘟疫之因 为无形之泪气 从口臂侵入人体 其实呢 那时候还未好普及有 什么显微镜啊 未有那么高的科技的时候呢 在瘟疫论里面就已经记载过 原来那些东西呢 是小到连肉眼都看不到的 是无形的东西来的 但是它都可以经过 呼吸道吸入了 然后而得病 在这个瘟疫论里面来说呢 还有提到一件事呢 就是说不同的类气呢 会对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物种呢 会有一定的特异性的 那么好像说到 是不是有些专系给人 有些人畜会染同一个病 又或者有些疾病呢 只是给动物的呢 其实真的 好像今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很多时候你见到 大部分感染的都是人类 但是偶尔都会听到 一些动物之间 可能会因为接触到 而有带着一些阳性的结果 但是有些呢 又真的 只是得动物之间去流行的 好像2019年 非洲猪瘟那样 那么呢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的 就是说 究竟吃了有非洲猪瘟的猪 会不会感染到非洲猪瘟呢 后来卫生署都出了指示了 原来是不会的 大家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那么说到这里了 时间推移 去到今时今日了 我们开始对一些的疫症 会有这么深刻的了解 也都知道它整体的情况是怎样 那么可以知道的呢 就是它现在病发急 传染性都很高的 就是好像现在的 新型冠状病毒 异于感染 也都很容易普及到 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会有的 那么另外呢 它有分季节性和地域性 说到季节性呢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季节性上面呢 每年香港呢 在年头一月到二月呢 就会有季节性流感 那么通常我们过去性 是不是好说六十五岁的老人家 可以打流感针 就是这一种了 那么呢 他们通常都很发 好似甲瘾流感 会有高烧 那么这些呢就是季节性 有一些疾病会出现 那么另外有一些呢 就是说地域性的 其实地域性的 传染病有哪些呢 例如登革热那样 因为登革热呢 本身由蚊媒去做一个 有一个传播的途径 那么所以很多时候呢 登革热的盛行的地方呢 一般都是压热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潮湿的地方 所以比较寒冷一些的 纬度的地方呢 就比较少发生这些情况 那么它潜伏期就因 不同的传染病有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提到 刚才说过 主要是经过飞没 或者是空气传播的 那么其实有一些 可能又经过接触都会传播到 那么哪些会有类似这些情况呢 就以水痘为例呢 其实水痘病毒呢 就是三种途径都会容易传播到 那有些呢 只是局限在飞没传播 有些呢 就会在空气传播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说 啊 为什么大家还这么怕 新型冠状病毒 水痘不是应该更加可怕吗 它又会接触又要飞没 又会空气传染 其实主要的原因呢 我们看每一个传染病呢 都会看它的死亡率 它的传播速度 还有它那个后遗症 会不会很严重的 那么水痘病毒 因为始终去到今时今日 很多时候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已经打了水痘針 老人家也都有那些山蛇針 那而且它通常的死亡率很低的 那所以呢 有些疾病虽然它算是传染病 但是我们不会说非常之可怕 那但是对比今次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呢 它那个死亡率不算低 而且也都暂时没有疫苗 也都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处理到 那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恐慌一点 那另外呢 它的症状呢 通常都是以瘟疫之邪 那所以在中医里面来说呢 它会发烧 那也都会有些是动血啊 伸风啊 和妖神的情况出现的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可能进入一个比较差点的情况 有时已经会去到有一些出血啊 或者现在最新的研究就是 原来有一部分的患者 会出现血管的问题啊 脚趾又会见到一些皮下出血啊 那另外有一些呢 就会出现妖神 就是开始病到迷迷糊糊的 那样都会有这些症状的 那感染人群呢 不论男女老少啦 其实都会感染的 那 反过来说 它虽然会感染 但是在严重性来说呢 一般在老人家身上呢 是会比较严重一点的 那所以其实这个疾病非常之普及的 有时我们都听到啦 有时我们都听到啦 新闻有些 运动员身体好像很好 会做运动很规律 但是都有机会受感染 所以大家就会变得非常之提防这个疾病了 那说回逆离之气啦 就是今次的疫症 其实有三个的条件呢 会造成每一次疫症的大流行的 那第一呢 就是首先要有个传染病 就是今次的新型冠状这个病毒 那第二样呢 其实就是讲到人的体质偏颇啦 有些人呢 很健康的 可能他对抗一些疾病 不论是疫症也好 一些伤风感冒 不同的疾病也好 可能他本身的防御机制就很好 他很难会生病的 那但是有些人呢 就因为可能长期处于一个 类似亚健康的状态啦 就是说他病 他又未去到病 但是呢 说他很健康呢 他又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当外邪或者一些疫病呢 侵入去身体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就会产生反应 就是很容易就会有病了 那另外呢 有些东西呢 我们虽然可以控制 但是有些呢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就例如天气啊 温度啊 濕度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处于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下呢 其实很难避免一定会有这些落差的了 那所以对于一些抗病的能力呢 我们主要呢 真是看回自己身体的情况 在不同人的身上呢 其实对于抗病的能力都有不同 那虽然我们说到 这个病或者这个疫症呢 是比较可怕 那但是呢 其实又不需要过于去到恐慌的状态 原因呢 就是在中医的理论之下呢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相对性的 我们所说的呢 就是好像一物置一物那样 除了有液气 我们人体也有一样东西叫做正气 那经常都说 吃这样有正气 吃那样有正气 那其实正气是些什么呢 那先讲一下正气的特点 正气呢 就是可以防御外邪的作用 就是譬如我们说 什么叫外邪呢 外邪好像一年四季 有不同的天气 风寒暑湿 躁火 这些就是外邪 它可以侵入去人体那里 令我们生病的 但是呢 如果当我们的机体 可以肯定到自己的状况的话 就是譬如它 虽然有这些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气温 对我们的影响 但是我们呢 亦都可以调色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其实对于这些外邪呢 其实我们就不怕 或者不需要担心 它会令到我们的生病 那最后呢 有一个免疫监控的作用 意思就是说 万一那个液气 入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发动一个免疫的机制 令到一些外邪 很快被我们的正气会去打低 这样就回复回一个健康的状态 所以在皇帝内经 曾经就说过了 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们的正气够足的话呢 就算外邪 怎样厉害也好 它都没有办法干预到我们的身体 但是它也都说到了 后面就补了一句 邪之所臭 其气必去 意思就是说 当如果邪气呢 真是可以入到身体 而臭效的话呢 就一定是那个人的正气不足了 所以我们就说 常常强调 为什么要这么多正气 为什么要提升自己的正气 令到自己抗病的能力高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么进入中医护理这个范畴里面呢 究竟我们怎样去关注一些 传染性高的疾病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抗疫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能戴口罩啊 勤洗手啊 又或者是远离一些疫区啊 和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但是在中医护理的措施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 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如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又或者在养生上面 我们做多些功夫呢 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健康 是会有很大的益处的 讲开中医护理呢 其实呢 是有三个的特点的 那么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的意思呢 就是指我们 和大自然呢 是成为一体的 我们天啊 地啊 人啊 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 违逆到 生理的变化 和大自然的变化 那么另外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辩证师傅 辩证师傅的意思呢 就是说 当人有病的时候呢 他会产生不同的症型出现 那么我们呢 的护理措施呢 就会针对他的症型 是属于什么的症型呢 我们提供一些 不同的护理措施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 将预防呢 保健呢 康复和养生呢 结合在一起 造成第三个特点的 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其实我们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 怎样可以达到 预防呢 保健呢 和养生的效果 令我们身体更加好的 刚才讲到啦 在这个疫情之下呢 防护结合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 我们在没有病的状态之下呢 我们建议就是大家养生 令到自己静气充足 但是当如果万一真的染病的时候呢 大家也都可以藉着一些 养生的手法 令到自己静气加强 加强自己抗病的能力 去打低这个疫症的 那么所以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 我们回复啊 或者康复的情况呢 会比较快速 和可以尽快速进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么其实在皇帝内经里面呢 就曾经讲到 治美病这个想法 意思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出现一个叫做 亚健康的状态 人呢 未必一定是很健康 但是呢 他就常常都好像有些小毛病 虽然未去到要求医 那所以我们就会说 在他未病的时候呢 他就要强身健体 令到他自己静气充足 那就等外邪 没办法侵入个体内 那就可以达到一个 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未病先防 在未病先防那里呢 我们常常都说 中医呢 其实都常说七分氧三分治 那所以我们就说 用养生去顾正气 那其实有不同的手段呢 可以介入的 令到我们可以有一个 养生的效果 那分别是 顺应自然 起居有償 情治护理 飲食调护 和锻炼健身 那其实呢 在这个组合上面呢 大家可以因应住自己的身体状况 自己的生活习惯呢 去选一些适合自己的调护措施的 那第二件事呢 在这个阶段 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呢 就是防止病毒入侵 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说 在这个时候呢 原因就是正正疫症 开始蔓延了 或者出现高峰的时候呢 我们有些事情真的要慎重去考虑 譬如我们要避外邪 避外邪的意思呢 就是可能随着天气的变化 有风寒暑湿 躁火这些情况呢 那我们就要避开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如果连这么基本的外邪 我们都抵御不了的话 被外邪攻陷了我们的正气呢 那我们已经变成一个体弱的人 再加上在一个疫症的期间呢 疫症会更加容易侵犯到我们的身体 那所以我们就说 两样的邪气我们都要避免 除了外邪之外呢 也都要被这个疫离的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三分治了 讲到既病防变呢 就是说 如果真是万一病了 我们都希望大家尽快去求医 原因呢就是身体的静气 还是充足的那时候 未去到很低下的情况呢 我们就尽快去求医 等到病情不可以一路发展 不可以一路去恶化 那就对自己的预后 和康复或者后遗症呢 都会少很多 那所以就说 未病的话就先养生 病了的话呢 就尽快去求医了 另外我们会讲到防护结合的 其中一部分呢 就是未病先防 整天都讲说 三恩制 而要顾住人体的静气 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整天都讲说 其实每个人呢 都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 它也都跟这个大自然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会因应着 每个人的状态 可能个人处身的环境 天气的变化 它在不同的地域的身体状况 就会有不同 所以我们进行一个 调护的措施的时候呢 就要因应着那个人 去有一个独立的措施 令到个人呢 可以跟随着这些 会调养生息的方法呢 去令到自己更加健康的 那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离开了中医的 基本理念的 就是五行学说了 在五行学说里面呢 其实有 木 火 土 金 水 对应着的状态呢 就是肝 心 脾 肺 肾 那其实在这个整体的五行里面来说呢 还会产生了五音啦 五味啦 五色啦 五智啦 那稍后呢 我们都会进一步去探讨 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样运用到五行学说 去进行一些 护理养生的措施的 刚才说到 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一个叫做 防止病毒入侵 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机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肾鼻外邪 肾鼻外邪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们会随着不同的天气变化 刚才我们虽然有说到 有不同的季节性的疾病会流行 但是也有些传染病 有些病毒呢 是适应在不同的季节都会可以盛行到 那就是类似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你看到冬季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会不会夏天的时候 情况很转 但是我们纵观现在的状态 就算进入了一个城下 刚刚过了小树都好 我们依然是会有一个高峰期的出现 所以呢 里面其实有说到 虚邪插风 鼻之有事 我们真是 只能够选择用鼻的方式 不要正面跟它接触 达至一个效果 就是减低我们跟外邪接触的机会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 遇到一些外邪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样懂得去保护自己 那有两样很基本的 第一呢 就是可能 我们要随着温度变化 我们要自己去保养着身体 譬如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加回衣服 天气热的时候 会出汗的时候 我们就减少一些衣服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可能很多写字楼工作 或者在室内工作的时候 都会开着冷气 那人呢 其实有 主要前后角有一条墨 后面呢 就是督墨 前面呢 就是任墨的 那我们会 督墨呢 我们要经常去保养着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经常说 督墨呢 是阳气之海 那所以呢 很多阳气呢 都会会集在那个位置 那特别是颈后 有一个叫大椎月 那大椎月呢 是有六条阳经经过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要保护着 保暖 让它不能受一些寒邪 那所以可能很多女士 会有披肩啊 圍根啊 去圍一圍住后面 因为很多时候 不是听到呢 被冷气吹一吹 颈背就很容易有病 那就是这样解了 那另外呢 有一个叫涌泉月 那涌泉月呢 就是在脚板底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在生活上面呢 香港的情况呢 很多时候都是铺地砖 地板那样 就不像一些西方国家 很多时候都用到地毡呢 那所以呢 脚板呢 就直接接触到地面 那很多寒邪呢 就藉着涌泉月呢 去进入了身体 那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呢 可以多些着拖鞋 或者好像图上面呢 有一些 直接可以做到 按摩的涌泉月的 那如果没有这些拖鞋 也都不要紧要的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藉着 睡觉之前的时间呢 可以自己翘起一只脚 按一按 脚板底涌泉月的位置呢 去触到它有些 温暖的感觉呢 其实就可以 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了 那另外呢 刚才说到被外邪 那之后我们会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 传染病了 我们要避这个逆离的 逆离呢 就是说 很多时候看一下 哪个传染病流行 或者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 尽量避免去一些 高危的地方 那也都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 除了可以避免之外呢 我们也都可以 真是万一要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多些 旁生的东西 例如一间 我们会制造一个香囊 那香囊里面 有不同的中草药在里面 那包括有 仓术 草果 霍香 姜活 吳朱鱼 白子 那但是要留意一样东西呢 如果对中药有 药材有些过敏 或者是孕妇的话呢 用之前就要 询问一下中医师 适不适合了 那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到 顺应自然 为什么我们 顺应自然呢 就可以顾到我们的正气呢 其实呢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 我们会经历到 不同的 季节 那有些很简单的措施呢 我们可能做了呢 都可以令我们身体 变得好的 例如以浸脚为例 很多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过呢 浸脚呢 我们可以保暖涌泉穴 令到涌泉穴的阳气 可以提升回来 那所以呢 我们建议呢 如果想浸脚的人呢 其实一年四季 在岁前都可以做浸脚这个动作 那里面就讲到 那里面就讲到 春天原来浸脚的时候呢 可以昇阳固脱的 夏天浸脚的时候呢 就可以那些鼠 那些湿呢 就会去除的 秋天浸脚的时候呢 就可以潤腸潤肺的 那另外冬天浸脚呢 就可以令到丹田暖一点 那大家就可能会问 啊 究竟我要浸多久啊 用些什么去浸啊 那其实呢 坊间呢 有很多不同的 叫足浴盆 那它有一个 温度恒常的作用 就是避免呢 人可能浸脚 一路浸脚一路看电视的时候呢 浸一浸一路 都水都冻了了 那就变了 反而得不常失 被外邪 冻了的水 侵入了体内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些可能 恒温的足浴盆 然后将脚浸下去 那大概呢 浸它十五到三十分钟左右呢 那其实人都会温暖了的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抹干脚 记住 之后要穿拖鞋 避免一些外邪 借着 因为我们浸完脚之后呢 那个表皮抗 毛孔抗张了 那很容易呢 会有一些外邪 容易滲到进去的 那至于水位那里呢 可以浸高一点 去到脚眼上 四只手指那样呢 可以浸到三阴膠的位置 那就令到 可以顺便保养三阴膠这个月位 那为什么说保养三阴膠呢 就是三阴膠呢 其实主要就是有三条阴经 经过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可以顺势去进行一些 调护那样的 那另外呢 喜居友常 我们经常都说 作息要定时 饮食要均衡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刚才说到 顺应四时变化 那所以我们可以打开窗门 被日照射入来 那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会看着外面外界的阳光啊 温度啊 和湿度 会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我们为什么人 一到了没有什么光照的时候 入夜的时候 会觉得有睡意啊 一早起床 太阳射入屋的时候 就会自己起床 其实就是一个顺应自然 很基本的一个变化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窗门 保持空气流通呢 就可以达至一个养生的效果 让自己可以吸收一些外面的空气啊 然后加强自己的静气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 我们会讲到情治护理 情治护理 为什么要特别去提出这件事呢 因为呢很多时候 在疫症发生的期间 或者在疾病发生的时间呢 人呢 会出现了两种状态 我估计大家常常都观察到身边的人 有两种状态 一种呢就叫謹慎的人 謹慎的人就是会做足防护装备啊 做足保护措施 一种呢就叫紧张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紧张的人呢可能呢 做了一些已经是过分了的工作了 比如可能我们知道要洗手啊 要戴口罩 那紧张的人呢 可能一戴呢 就戴了几个口罩 焗到自己都连气都透不了 反而对养生其实 或者对于自己身体的状况呢 有坏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可能搓手 用酒精不断搓手啊 搓到这只手呢 都损了 还可能搓到已经裂开了呢 反而还会有一些叫做 开放性的伤口呢 那就更加容易被一些邪啊 被一些细菌病毒入侵了身体 那所以呢 我们常常都说 希望藉着一些情治的护理呢 去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情 或者心理状况 令到自己不要过于紧张 反而令到身体有害 那要介绍一个月位呢 就是叫神门月 那神门月呢 其实在两个位置都有的 第一个位置呢 就是在我们的耳朵里 接着我们耳朵上端粒陷的位置呢 这里有一个神门月的 那第二个位置呢 就是在我们手上面 我们手上面呢 一个叫碗横纹 你看到一只手动的时候呢 会有一条横线 这个位置呢 就叫碗横纹 那呢 在碗横纹的外 六分之一 近手指尾的位置呢 你会摸到呢 在骨和筋之间呢 会有一个粒陷处的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叫神门月 我们可以大概用手指弓 食指 或者中指 这三只手指比较有力一点 那可以按下去 你会觉得有些酸啊 麻啊 像样地呢 那就是一个我们找对位置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按压这个位置 大概三至五秒呢 那就可以放松 三至五秒 然后做大概多久呢 做三至五次这样的动作 两边手都可以做的 那就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 如果发现到自己 有一些心情过分的紧张 大家可以真的按下神门月 那这个位置呢 按得多都没问题的 耳朵也都一样了 那如果平时上班啊 或者坐车的期间呢 这些简单的保养呢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 那另外呢 我们讲到情治护理的第二个 样东西呢 就叫做开天门 那开天门可以有 振静安神的作用 开天门的意思呢 是一个头部的按摩来的 那我们会做的做法呢 就是先两个人 负责给人按摩 那个人呢 就可以躺在床上面 或者躺下这样 那然后另一个人呢 就用双手去 游他两眉之间的位置呢 按住那个位置 然后往上推 那么呢 那个力度呢 由浅至深就可以了 那而且呢 他按压的时候呢 保持一个温柔 慢的速度就可以了 那桌到怎么为止 OK呢 就是他开始发红了 有温热的感觉呢 其实就OK 那大家可以真的试一下 因为这个方式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么他呢 虽然刚才说到可以振静安神 但其实呢 他对于一些头痛啊 緊張啊 他都可以立刻舒缓到 那每次的做法呢 大概按他三次五十下这样推 和按压呢 就可以达到以上的效果 那所以是一个不错的 又舒服的保养的方法来的 那第三样东西呢 那情治护理呢 有一样东西叫五行音乐 在大概2600年前左右呢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 就将这五音呢 纳入了去一个治疗里面 他们用了一些混算的方式呢 去计算呢 就得出各子公相遇 这五个音 亦都是当时的 三分选音法的 其中一样代表作来的 那其实刚才说过呢 五音呢 就对应着不同的状况的 那各呢 就对应着肝壮 子呢 就对着心 公呢 就对着皮 商呢 就对着肺 乳呢 就对着神 那其实呢 在情治护理上面呢 我们有五字呢 就是说 我们有不同的情绪 那分别就是 露 起 思 悲 孔 这五字 当情治过渡的时候呢 就会令人有生病的可能 其实呢 每个人七情六欲呢 是非常之正常不过的 那但是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沉溺于同一种情绪 或者某一种情绪 过度的发生的时候呢 就会伤到我们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也都用同一个方法 利用五音去治理 我们不同的五状 那所以我想给大家 少少时间去听一听 五音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音乐 是啦 那我们刚才听到那个五音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特点呢 它的音频呢 比较单一的 而它的乐器呢 也都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经常说呢 如果当音频呢 越单一的时候呢 它产生的能量呢 会更加单纯 那大概如果听这些五音的声音的话呢 大概听15到20分钟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如果你说在乐器里面呢 譬如以 一些简单单一的乐器去听 那就对自己调理五状呢 有很大的帮助的 另外一方面呢 讲起飲食的调固 飲食的调固呢 我们经常都说 飲食要有时呀 折制呀 不要吃得太饱 也都不要给自己过分的饥饿 合理的善食呢 注意的营养的均衡和卫生 另外还有顺应四时环境 和体质的配线 我们要去作出一个调固 那其实呢 香港的情况呢 就比较有趣的 香港呢 是在亚热带的地方 天气呢 比较潮湿的 亦都温暖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湿气很重 我们经常都说 都市人很多时候都困湿 那另外我们也都很喜欢吃鱼山 壽司 一些山冷东西 好像女士经常都会吃沙律 那我们讲到 皮呢 就是后天之本 另一个腎就是先天之本 那皮呢 其实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将我们那些 食了的食物 我们叫水谷蒸微呢 就会混化到去全身的作用 那所以如果当我们困湿的时候呢 我们那些阳气呢 就会瘦了 没有办法去到 枢布到去全身 那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地调理皮状 令到尽量减少吃一些寒邪的食物 濕的食物 那尽量避免之下呢 那我们就可以将皮状呢 保护回 令到它那个混化功能 会出回来的了 那说到四时饮食呢 我们经常都说 啊 究竟吃什么好 刚才说到正气 究竟哪些食物有助正气呢 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 有时去这样想 啊 我们经常说中医呢 叫做 药食同源嘛 就是说 药食 药物呢 和食物呢 都是同一个来源的 那怎样为止 啊 究竟我煲汤 下些杞子啊 下些五指毛桃 那些是不是属于药物呢 其实呢 只要涉及到 利用了中医的理论 去达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呢 我们都将那些叫做药的 那但是 其实它也是充当着 一个食物的工作的 那所以呢 叫药物 它就一定有自然 它有它的性味归经 就是说它有不同的性质 有五味里面的其中不同的味道 也都会归到十二经落里面 哪一条经呢 那所以呢 经常说 我是不是春天要吃呢 秋天要吃什么 其实这样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因为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时代的变迁呢 网上很多资讯呢 单一吹捧某种食物 对身体好好 而大量进食单一食材呢 其实你想想 人体有十二个经落 有不同的状况 你只是单一去专攻某一个状况呢 其实有害无益的 我们经常都讲 中医呢 是一个阴阳图这样的 不可以过分去偏重于某一样东西 我们会双生双黑 也都会出现一个就是叫做 互补长短的效果 那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叫做 动态平衡的状态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经常都说 在不同的季节 我们的做法都是一样 尽量去吃不同的食材 那但是 当然每一个季节 都有它不同的 成产的产物 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去到街市 去到超级市场呢 见到哪一样东西 成产的时候 它自然供应就会多 那我们选择那些食物呢 其实就可以了 那但是顺带一提呢 其实刚才我们提过五色嘛 五色呢 就是对应在五个 不同的状态里面 产生的效果 亦都在不同的季节 产生的效果 那分别就是 青 赤 黄 白 黑 那这样 那青色的食物 很多时候我们 深绿色的蔬菜啊 就是我们青色的食物 赤色的话呢 就好像番茄啊 蘿蔔啊 这些表皮呢 是红色的呢 就是我们赤色的食物 黄色的可能有 黄芯的番薯啊 南瓜啊 都是我们黄色的食物 至于白色可能是白萝卜啊 莲藕啊 这些都是白色的食物 至于黑色的食物呢 可能是一些黑豆啊 紫菜啊 那些呢 都是我们黑色的食物 或者是黑木耳 那所以我们可以 因应着不同的季节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颜色里面 做不同的搭配 那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提出一样东西 就是 我们什么颜色的食物 都要吃 不过不同的季节 可能盛产 某一种颜色的食物 是会特别多 那对于那个状苦的调养 会特别有效 那样的 那在九种体质里面来讲呢 我会先讲第一种 那第一种呢 叫平和形 那它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之下 那它会有什么表现呢 它会好像一个 样样都好的 好像人生盛利了那样的 它呢 头发很浓密啊 很乌黑啊 面色很亮窄啊 另外很有朝气啊 很有精神啊 和体力很足啊 意便很畅顺啊 食欲都很好的 那这种人的体质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偏向某一方面 那所以它属于一个 很健康的状态 那但是特别留意一样东西呢 如果 被一些护理的措施的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这种体质的人呢 要注意一下他的饮食 因为可能身体就很健康 所以食欲都不错 那所以呢 可能会觉得 哦 吃多一点都没什么所谓 反正我身体很健康 但是其实呢 体质是会因着年龄啦 因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啦 会变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 持着有一个好的体质 而去败坏了的话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体质呢 就会出现一些偏颇 而进入我之后会讲的 其他那八种体质了 那所以呢 在饮食上面 我们一定要有节制 适合于每一个体质的人 都要有节制的 那之后我会讲第二种体质 叫做戏虚型的体质 气虚型的体质的人呢 他们会好像 有神武器啊 说话好像 没有什么中气那样 跟着那些四肢很疲乏 好像没有什么肌肉力量那样 那另外呢 他们会出现一个 叫做出汗的情况 他们因为气不足 那在中医的护理的概念里面呢 我们经常说 出得汗多的人呢 就会不够气 原因呢 就是气除津脱 那些气呢 直住出了汗之后呢 气又会弱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变相呢 我们在一条户上面呢 我们要有一些 健脾益气的食物给他 那哪些是一些 健脾益气的食物呢 北企啊 即是大家说的 王企呢 就是一种可以 补气的东西 那如果在药线啊 煲汤上面呢 五指无头呢 都是一种很保气的食物来的 那所以很适合一些 要加强中气的人呢 那可以改善到他们的体质的 那另外一样呢 是羊虚型的体质 那羊虚型的体质呢 很多时候呢都会见到 女士是属于羊虚型的体质 其实不一定的 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见到 只不过在女士上面发生这样的 那他们会有什么情况呢 他们手脚很容易会冰冷啊 好像没什么血度啊 那他们冬天呢 特别辛苦 因为他们好像穿极都不够生气的 他们喜欢吃热的 但是呢都是觉得不够暖的 那但是这种型的体质的人呢 他们到夏天呢 又生活得很好 因为日照够长的嘛 太阳也够猛烈呢 所以他们会觉得舒服的 他们都不会觉得特别辛苦的 那所以呢 在这种人的体质上面呢 我们会建议他呢 可以吃多些新温的食物 譬如吃些姜啊 黑糖啊 補一下那个中壮啊 那令到他会觉得手暖脚暖呢 他会觉得没那么辛苦的 那另外一种型呢 就叫做阴虚型的体质 就是大家都会听起呢 阴虚就配内热的 其实呢 为什么会有阴虚内热的情况呢 阴虚内热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其实人的阴阳呢 是处于一个正常平衡的水平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阳是正常的哦 但是阴掉了下去的时候呢 阴就好像不够 那阳那边就好像多了 其实不是 只要你把阴提上来呢 那他就会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所以就会变成叫阴虚内热了 那所以 其实我们补回阴 养回阴呢 其实他的身体就会好很多的了 那阴虚内热的人呢 会有什么症状呢 很多时候呢 他会出现五心繁热的情况 什么叫五心繁热呢 就是两个掌心 两个脚掌呢 都会常常会觉得很热 那这个就是五心 那就是甚至心口都会觉得很热 那他们呢 常常都会出汗 那典型的症状呢 可能是更年期的女士呢 特别容易发生阴虚内热的 那我们建议呢 就可以做一些护理调户上面呢 我们会建议他 补回阴上来养阴 那大家就会问 啊养阴有什么可以做到养阴呢 其实熬汤 家人都会有的 沙心肉粥啊 铝精子啊 那些呢 其实就是一些补阴的食物 那可以放入一个食材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调户呢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措施来的 那另外呢 有一种叫谭湿型的体质 谭湿型的体质呢 很典型的 那香港也都很多谭湿型的人士的 我们经常口上面 经常都讲啦 就是说肥人多沙 受人多火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讲这种谭湿型的人呢 其实是一些虚伴来的 他们那些 其实他们那么脏呢 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些水分来的 那所以呢 他们没办法 好像刚才说了 可以将那些水分正常地排出 变成呢 他就在身体上面累积了很多不同的湿气 那这些人有什么症状呢 可能他会有面油啊 在中央的位置 可能肚腩呢 容易会凸起啊 那这些就是谭湿型的例子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在食材上面呢 我们建议他 刚才说过 濕的人呢 是皮状不好的 那所以我们叫他 养回好皮 那譬如哪些食物 可以令到皮状好些呢 或者去濕些呢 可能吃一些淮山 就是山药 又或者去一些水的话呢 可以用一些二人 帮他把水分排走 那样的 那另外第五种型呢 就是濕烈型的体质 濕烈型的体质呢 大家留意一下 有机会在青少年 特别常见呢 就是他们会面油多的 他们都会有暗瘡的 那这些就是很典型的 濕烈型的体质 那他们通常的体型呢 都是一般是偏瘦 或者正常的 他们很少会肥过头的 那所以呢 这些濕烈型的体质呢 他们始终有个热在里面 在生活上面的调户呢 我们会建议他 可能加一些石盒啊 的食材进去 等他将一些火呢 去近一些 那令到那个热 那令到那个热 没有那么强烈的 那另外 血乳型的体质呢 听到个名字 大概都知道 血乳型究竟有什么人 是特别血乳 你会见到呢 典型的呢 就是他们面如死灰 那样好像没什么精神啊 那嘴唇 很容易会有一些斑啊 暗沉啊 会令到他看起上来 很潮水的 那这些人呢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 他那个血气 运行得不好啊 那所以呢 变上呢 他那个血呢 就好像停滞了 在这些位置 好像就不够循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这些体质的时候呢 我们都建议他 吃回一些叫做填漆啊 或者三漆的 可以将那些血管呢 通翻些 令到个身体状况 会血色饱满些 亦都可以将一些 淤积了在血管上面的沉积物呢 可以去除一些的 那第八型呢 就是气屈型的体质 刚才我们都讲到啦 气屈型的体质的人 是怎样呢 他们经常都会有 哀声叹气的 特别呢 在五臟里面呢 肝臟是特别差的 他们肝屈的人呢 会经常会有叫善叹息 就是他们会经常都 哀声叹气啊 那另外呢 有些可能会觉得 在一个辣骨的位置呢 有一些歇痛的 我们叫做 就是觉得顿痛 就是好像吁住吁住那样 那这些呢 就是气屈型的人 那他们呢 通常在情治上面 比较忧屈一些的 有神武器啊 会经常都很忧屈 愁善感很多啊 那这种人 我们如果在生活上面的调色呢 我们建议他可以 喝一些玫瑰花茶的 因为玫瑰花可以疏干解屈 就是将你的屈结可以解开 那所以呢 喝玫瑰花茶 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 那还有一种 第九样呢 就是特品质 就是他那个体质呢 是特别异常的 那可能他一般呢 最普遍的呢 是对一些食物啊 花粉啊 天气会有敏感 那如果严重一点的呢 我们经常都说先天不足 就是可能 他出生就有 畸形啊 发展迟缓啊 生长不良的情况 那这些呢 就干芯皮都要补的了 因为他的体质呢 属于比较虚弱一点 那所以 基本上 这种体质的人呢 要真的加强一些防护 和促进自己身体健康 那刚才说到 那么多种体质呢 如果 属于某一个体质 觉得很担心 可能会令到大家很紧张 其实也不需要 因为我们人呢 会随着身体的年龄啊 生活习惯呢 会去改变 那所以我们追求的是 平和形的体质 那所以当如果大家 还是处于一个 叫做其他偏颇的体质的时候呢 不要紧要 我们朝着一个平和形的体质去努力 令到自己 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就可以了 那说到 刚才 我知道我是哪种体质了 但是也都大概知道 要吃些什么食材 那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说 我没有理由 直接把那个食材 塞进口就吃的嘛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说 啊 药食同源 那就将那个食物呢 变成一种 可以调理身体的 药用价值的食物 那就可以令到自己 一物二用 那刚才说到 玫瑰花 才可以疏干解屈的 那玫瑰花呢 有三样东西要注意的 第一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重量 如果它的重量 是重新聚首的话 就OK的了 那记住不要有那些狂啊 不要有那些支离破碎 即是那块花粉不得完整啊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味道 很多时候呢 它的味道是很浓郁的 那所以你会闻到 玫瑰花的香味 那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 玫瑰花茶呢 浸到水里呢 只会是一些 好像淡绿茶的色 就是有些啡色那样 那它就不会整个 红当当的 那样的 因为如果是红当当的话呢 有机会那些 已经是加了一些 染色物质在里面的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选择玫瑰花的技巧了 那另外是青补粮呢 我们经常都说 青补粮很適合在夏天 秋天去喝 原因呢就是它可以健脾利湿 有滋阴新墩的作用 它里面的成分 有些異仁啊 有沙心啊 有肉粥啊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养阴的 亦都可以去掉一些水分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汤水呢 其实很适合 全家人去饮用 那当然啦 可能有些人会加些瘦肉 那如果素食者的话 其实可以加冰糖 就变成糖水都可以的 那另外一样呢 就是八盒莲子银耳筋 那八盒呢 大家都知道了 秋天大家都很喜欢 有八盒在里面的 原因呢就是 它可以润肺 就是很多时候的人不是咳的 就会 落八盒下去煲汤 那另外还有莲子 莲子呢可以养心安神的 所以呢 那些人经常说 保心呢可以吃一些莲子 就是这样子 那我估计女士也都更加喜欢这个汤水 原因就是它有银耳 就是 常常都说是一些平民的燕窩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骨胶原的 那所以呢 可以达到一个养颜的效果 那刚才都说了 有茶 已经有茶饮了 有那个汤 清保两饮 跟着又有糖水吃 那欠个主菜 那主菜呢 那主菜呢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冬瓜扁豆粥 那冬瓜 夏天就最当做的 它是属于一些寒性的食物 那但是它也可以有一个 去湿的作用 那所以呢 它对于消暑是很有作用的 那另外扁豆呢 它可以去湿的 那所以 将两样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呢 夏天是很适宜吃这个 扁豆和冬瓜的 那讲到健身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运动的 其实在中医的养生运动呢 有很多年的历史的了 我们会有太极啊 又会有八段感啊 又会有五禽器啊 这些不同的养生运动 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 这些养生运动呢 不需要很剧烈 也都不需要 那个人是本身好 身体好 或者一定要出街做 其实是一个比较闊度 动到四肢的地方呢 其实就可以做的 那所以呢 很适合在家里养生的 原因就是 在疫症流行的期间呢 大家都觉得 做一些带氧运动 可能跑步啊 或者去做健身呢 要戴着口罩 其实是很辛苦 也都会出汗 也都影响到 那个防疫效果 那但是如果 当这种养生运动 可以融入在家中的时候 大家无需要戴着口罩 自然的呼吸 就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来的 至于五琴器呢 其实是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在华陀的时候 就已经记载过了 那它是模仿五种不同的动物 有老虎啊 有雀仔啊 有虹啊 有猿猴啊 有鹿啊 有鹿啊 这些五种不同的动作 去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 那今天呢 我们会邀请到指导员呢 去示范一个八段感的养生运动的 伸展 吸气 然后慢慢 呼气 放松 再回去 原本的位置 吸气 然后慢慢放松 呼气 呼气 其实八段感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 就是因为它由八种不同的肢体动作 去造成 因为它那个可观性很高 它那个动作很优美 所以就以感去形容这个八段感 呼气 滑圆伸展 那刚才说到 防护结合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 肌病防变 很多时候呢 万一真的中了不同的疾病也好 疫病也好 传染病也好 很多时候我们 处于一个 有病的期间呢 会很紧张 很担心 其实呢 这一方面呢 真是要交给专业人士 找你们的医师 去帮你们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真是全憑自己的力量 可以改变到自己的身体 我们真是需要 借助三分治 那些治愈的能力 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去帮我们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要及早去做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每个人都总是有一些正气的 那但是当外邪入了身体的时候呢 我们正气呢 就是因为正正被它攻陷了 所以那个正气呢 是比较低下的情况 那但是它未至于完全去没有了 那所以趁我们还有正气的时候呢 我们很应该把握那个时机 去进入一个治疗的阶段 让我们可以顾回我们的正气 将我们的正气扶回正上来 然后去除一些邪气的 那所以我们就说 及早的治疗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那刚才我们探讨过那些都是 过去那些都是一些养生 可以帮自己保正气的活动 措施啊 食疗啊 生活习惯那样 那但是呢 其实在有病的期间 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以下呢 我们就会介绍一些 在有病或者没有病的期间呢 我们都可以令到症状舒缓一些 亦都可以促进健康的一些护理手段 去令到我们达至一个身体提升免疫力 和促进健康的技巧的 那我们会介绍一些穴位的 那其实人体呢 有365个穴位 我们呢 会选了一些穴位呢 是方便大家容易找到 自己亦都可以操作到的穴位 就不会去到背脊 那只手都伸不到去的地方 去进行保养的 那平时可以在写事楼 在家里啊 坐车啊 都可以做到一些简单的保养 和促进健康 那就以合谷穴为例呢 合谷穴呢 就是大家的苦口位置来的 那大家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呢 会有一些胀痛压下去 会有一些感觉的 有些少许痛呢 其实就是我们找到合谷穴的位置 那合谷穴呢 它可以阵症止痛 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呢 很多时候呢 在疫症流行期间呢 我们会很紧张啊 又或者可能有疫症的期间 我们真的有传染病了 得了一个新冠病毒了 就会有头痛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经常都说 这个是止痛穴来的 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呢 达至止痛的效果 不过要特别留意呢 一些体质偏弱的人士呢 就不要过分刺激这个合谷穴 可以轻力按压 达到自己可以耐受的程度 就OK的了 而孕妇呢 就不适宜做这件事的 因为怕它会有动血的情况 所以孕妇就不要做这个按压合谷穴了 另外一个位置呢 就是足三里穴 足三里穴呢 就是位于我们的膝头的外膝眼的位置 在横四指的位置呢 就可以按到那个足三里穴 足三里穴呢 可以扶正去邪 扶正去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扶持你的正气上回来 去邪呢 就是去除刚才那些外邪啊 液气啊那些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穴位呢 可以在临睡觉前啊 或者吃饱饭之后一个钟去按呢 那个效果会更加明显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涌传穴了 刚才都提过 在脚板底的正中位置 上半部呢 两个肉仔粒进去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涌传穴来的 那我们平时可能看电视啊 放了工 可以在临睡前 翘起脚 跟着按压那个涌传穴呢 达到一些温暖的感觉呢 其实就已经达到那个 保养的效果的了 那另外一样呢 就是以穴按摩 我们经常说 哇你见到呢 很多人呢 在街上呢 有时会留意到人家的耳朵呢 硬是会有一些 好像白色四方形的胶布 跟着 好像里面藏了粒豆 在里面那些 其实就是他们做了一个 叫以穴埋穴 那些呢 就是用一些黄笔流行纸 就是中药呢 去贴在上面 然后找个胶布固定了去的 那当要自己按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按到那粒豆那里 那里呢 就找到个穴埋穴了 那其实呢 这种养生的技巧 既简单 也都很方便的 那但是很多时候呢 自己 我又没有那个工具 又没有那些什么黄笔流行纸 那怎么做呢 其实刚才都讲过了 我们有神闻穴 那我们可以按 自己按压着神闻穴 就可以达到舒缓情绪的效果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我们会讲到 明天鼓 明天鼓是什么来的呢 明天鼓呢 就是我们用双手 摆在枕骨的位置呢 然后我们用两只手指去敲打住我们的枕骨的位置呢 我们就会听到蹦蹦的声 那就是明天鼓 那我们经常都说了 这个动作可以保神 多些可以做明天鼓这个动作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 那头后面呢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封磁穴的 那封磁穴呢 其实就是我们 怎样找到呢 就是我们沿着我们的颈背 一路摸上去 跟着我们发边的 就是那个发制的边缘那里呢 你会摸到枕骨 和后面有两条肌肉 这样连着肩膀呢 这个叫斜方肌 那斜方肌和枕骨的交界呢 你会摸到一个粒陷的位置 那你还会碰到有少少头发呢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封磁穴 我们就用食指 刚才说的食指 大拇指 和中指 比较有力 就可以按下去 那往那个方向 往哪里按呢 往鼻尖的方向 这样按下去呢 那你会觉得 输麻痹的话 就是你按中那个位置的 那做这件事 可以帮助了大家 做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通理观调 平息那些风的 那我们经常说 刚才不是说到 疫症 可能你有感染了传染病 你会有神昏的状况 就是妖神的状况 就是说 好像常常都 迷迷糊糊糊糊 精神爽利 你就可以按下那个风磁穴 那可以帮你们 令到那个风邪 可以去得好些 那所以对自己有帮助 那所以可以有空 那可以有空 两边一起按都可以的 那就可以做一个按压和按摩的 那另外 对了 整天都有一些叫做 拍打自己的经络 你见可能在公园 那些广场舞 整天有些人在做这些拍打操 那其实呢 很好的 这个动作简单又轻易 也都不需要一些特别的器材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有十二时辰的 子丑人某甚至 微生有衰害 那样 其实十二个时辰里面 我们有十二条经络 就在不同的时辰 我们的巡行经络 就不一样的 那我们介绍 这次拍打的位置 就是在爪窝这个位置 就是平时去医院抽血的位置 就是我们这次拍打的位置 那为什么会特别介绍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原因 它这里同时有三条经络 也都很方便我们去拍打 那分别它有首缺音心包经 首少音心经 首太音肺经 那有这三条经络 经络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拍打这个位置 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 那但是特别要注意呢 我们拍的时候呢 记住要拱起手 就是不是直接拍下去 我们要拱起手 然后就拍打下去这个关节 那打完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红了 那甚至乎呢 有些人呢 会见到有一些 好像一点点的红色呢 那是一些点状出血 那你摸下去它是平的 都是只不过在它皮下 你会见到一点点的点状出血 那属于一些正常的现象来的 不过要特别留意呢 如果是血有病啊 血小板减少症啊 和一些白血病的人呢 就尽量不要去拍打那个位置了 那另外呢 有些人可能在洗肾 有条人工血管的情况呢 都不要拍打那只手的位置了 那另一只手就可以照常拍打的 那如果是一些女性怀孕期间 或者皮肤有外伤啊 明显肿快的时候 都不适合拍打 那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时限的 你就当每日三次这样可以拍打 每次打15分钟呢 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阳身的效果的了 那另外一样呢 就是梳头 那其实呢 梳头呢是一个很好保健 也都是可以融入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护理的 中医护理的项目来的 在《黄帝内经》的《物要精微论》里面呢 就说 头者精明之苦 我们就可以藉着一个梳头呢 令到我们的精神爽利一些 令到集中力啊 注意力啊 回来的 那我们呢 通常会做的呢 就是我们会 拿牛骨梳去梳我们头上的阳道 因为始终呢 我们很多阳道呢 都埋藏在一些头发里面的头皮 那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集中在某一点上 找到哪个阳位的 那所以呢 可以藉着我们的梳头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齿呢 可以疏的期间呢 就可以刺激到那些穴道 那所以呢 在日夜呢 都可以做这个 梳头的养生动作的 那想总结一下了 去到最后这一部分 也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了 在疫症爆发的期间呢 我们其实 那个疫症都没侵害到我们 我们就自己 伤害了自己 原因呢 我们经常都处于一个 过分紧张的状态 我们精神呢 保护得很紧 有时候好像刚才那样说 过分的搓手 拿酒精去搓手 搞到自己的皮肤伤了 有一些开放性伤口 被病邪 被一些细菌病毒入侵呢 就已经容易令到自己暴露了 在一些外邪的情况之下了 另外呢 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 和心理卫生 经常都说 身心要一个平衡 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状态 将精神拔得很紧 才可以抗病 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例子 我们要适度 有时去做一些防护措施 但是也都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或者情志 才是一个最平衡的状态 那刚才说过呢 由中医的护理角度看呢 皇帝内经自未病和未病先防 妓病防病 我们真的要融入我们的生活 刚才我们就单纯地说自未病 一句字 但是很多时候呢 怎样为自未病呢 就是通过我们刚才 很多不同的养生措施 不同的护理措施 去融入我们的生活 我们讲多少健康的常识 做多少条户有多好 大家听完呢 不是会健康了 大家要听完 去落实 去进行 不需要样样都做的 在做的时候 你觉得那样东西 适合到 融入到你的生活 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令到你更加健康呢 那就真是帮助到你 另外呢 透过中医护理的防护 结合的措施呢 可以减低那个病法律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一些养生的手段呢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将我们的正气 提升回上来 当病邪入侵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抵御病邪啊 调控自己的免疫系统之外呢 我们不论是否 有没有传染病的状态之下 可能这个疫症总有一天会过的 但是外邪呢 永远都会因着 四时的变化而有的 所以呢 一些养生的技巧措施呢 其实恒常地去做 或者加入去 自己的生活作息里面呢 其实就已经可以 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 所以他经常都说 不要等到有疫症发生 才要去养生 平时我们就已经 要去为自己去养生 等到有疫症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出于一个 过分的紧张 或者崩紧的状态 所以希望大家听了 今次的讲题之后 大家可以将今次的措施 融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希望大家会有一个 健康和快乐的生活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